介绍一些我们常用的一些图片创意的一些表达方式 那么大家在构思你自己的创意的时候 可以给你起到一些借鉴的作用 那么我们常用的一些主图的一些套路 那么其实有很多 但是它的这个做法 在各个行业都用的很常用 比如说第一个 这种是属于说我们针对特定的人群 来进行一个这个横幅 这样的一种形式 你会发现在各行各业都会看到 一两个有这样的做法 这种就是比如说它是一个防晒衣 对吧 那么它喜欢它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半透明的标签 恭喜你防晒衣降价了 这种就是吸引了一些 对价格非常敏感的一些人群 那么像这种就是它专门吸引到的一些中老年 所以说我们在构思创意的第一点 让大家如果你有一些专门的特殊人群 那么你可以针对这份人群 来专门去做出一些差异化 这样的组图实际上有时候点击率也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你会吸引到一些精准的人群点进来 那么这种是第一种 那么我们直接去针对这部分人群来做差异化的表达 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做主图的时候 这个数字比起文字要更能够吸引到买家的眼睛 什么意思呢 你在写文案包括我们在配合你的主图的时候 我们的文案往往尽量多写数字 比如说50支等于19言 比如说第二件0.1元 为什么他要把这个0.1要把它放大 而不是把这个第二件这个字把它放大 而不是所有的都放得很大 因为0.1这个数字更能够吸引到买家的眼睛 包括像空调 他说的是30秒酷冷 一分钟暖房 对吧 他没有说这个冷却效果非常好 这个暖气效果非常好 对吧 而是他直接用数字的方式去表达 因为数字买家的看到这个图的时候 更容易被数字所吸引 这个是一种聚焦点 数字是一种聚焦点 所以说通常有一些数字的买家 这个这个组图 他的点击率通常会比没有数字的点击率要高一些 那么如果你的宝贝要去做促销 或者说你要去洗一些卖点功能上面的文案 可以尽量能用数字去表达的 就用数字去表达 这个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种叫做我们适当地去采用一些夸张的表达手法 什么叫做夸张呢 比如说像这个是做货架的 他每一层的货架 这个躺了五个人 那么是一种比较夸张的表现手法 说明我这个东西沉重非常强 是不是 这种组图是很好的 对吧 包括像这个组图 它是一个有聚懂效果的纹身 但是是用了一个男性 那么男性大家都知道 都是这个身材都是这样子的 对吧 好 用了这个纹身之后 他就这个身材就变了 那么 那么用这种比较夸张的这种表现手法来表达 凸显出来我们的一个核心卖点 这个图你就一看就知道 我们的这个宝贝的聚拢效果非常好 而这个图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沉重效果非常好 对不对 所以这种夸张的表现手法会会非常的凸显 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宝贝的一些核心的卖点 往往这样的图它的点击率会远高于同行啊 包括像做行李箱你看这个是我是马洞强我为自己代言 没有他自己是一个超级大胖子 然后坐在了行李箱上面 对吧 你会发现哇这个行李箱啊质量还真不错啊 这么胖的一个人坐上去 这个都都可以对吧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就很吸睛了啊 就非常吸睛的 包括还有更吸睛的啊 你会看到下面这一个 是不是同样的啊 也是做行李箱 这两种它又有区别了 你会发现这个更夸张的 对吧 而且它有一些艺术性的表现 说吧 他把这个女的缩小了啊 然后躺在了这个箱子上面 是不是啊 你同样也会发现这个箱子 它的这个沉重性能很好 质量很好 对吧 这种就是夸张的表现手法 包括我们再往后看一些啊 这个叫做做丝袜的 是不是啊 你怎么绷怎么弹 同样的我们要这个说明 它的这个丝袜的质量很好 对吧 我们可能怎么去表达 而别人怎么去表达 跟你们表这种就是一种非常 这种不同的表现手法 可以说是表达的方法不一样 它的卖点 我们要表达的都差不多 就是啊 这个就是防满虫的四件套 别人是把手变大了 把床变小了 这个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其次我们再看 那么我们通常 你会发现在主图里面 如果出现一些人物 一些动物 或者一些标志性的符号 它会更容易吸引买家的眼球 往往这个产品 它并不吸引买家眼球 而是一些人物和符号 一些大家公众都认识的一些人物 或者说一些一些符号 或者只要出现人物 它的吸引能力都很强 像比如说这种 像这个宠物沐浴露 这种创意就非常的好 包括像这种 有对比效果的这种人物 它前后使用的对比效果 等一下在后面也会说到 包括在前面 你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用到的人物 对吧 它为什么不在家里面 放一个其他的东西 它非要自己做上去 就是因为人物 有人更能够吸引到买家的眼球 这个是我们在心理学上面 专门去研究过的 你在这个不同的一种物体 那么对于买家的吸引力 它的这个潜意识下面的吸引力 是完全不同的 人物是最强的 所以说你会发现 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食品的时候 往往我们就特别喜欢 把人物加进去 看到没有 大量的都是人物 这种叫做出卖色象 特别是水果呀 食品呀 农产品呀 这些东西 你会发现 这种土非常好用 包括我们要去凸显一些卖点 你看这个挂钩 对吧 把一个小孩子挂在上面 刚包括我们上一节课说的 这个狗狗嵌一绳 它是用来拉狗的 对吧 那你可以拉一头牛来表达什么 来表达它非常的耐拉 那么像这个也是一样道理 它是挂钩 平时可能是挂一个塑料袋 对吧 当然现在你挂了一个几十斤的小孩子上去 同样的 它的这个 这个也是一种夸张的表现手法 对吧 这种是 我们去出卖一些色象 包括你会发现 大量的去做蜂蜜呀 去做这种 这种这种的 听见吗 都是这样子 一个人 然后在端着蜂蜜 一个人拿着漆尘 对吧 一个人拿着蜂巢 给你看 表示非常的真实 如果你可以有这种 真人出镜的 那么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但前提是 一定要把你的宝贝 要非常清晰的展示在别人面前 不要只有自己一个人 那就很 那就很不好了 好 这个是 这个是其中一个出卖色相 那么下一个呢 你会发现 这有一个什么呢 叫做打感情牌 之前有一个非常火的事情 是有一个老龙 他不管卖什么 在淘宝上都滞销 你会发现 这个同样是这个老龙 他卖苹果 他滞销了 他卖菠萝 他滞销了 他卖大蒜 他也滞销 他卖茶 他还要滞销 对吧 最后他还卖毛毡 他也滞销了 他卖单身狗 他还是要滞销 对吧 你会发现 这都是在不同的行业里面 出现的主途 但是他们都用到了 同样的创意 对没有 是不是 好 这种方式 我们把它称作叫做 打感情牌 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换一个老龙 对吧 同样也说 什么什么 滞销了 来帮帮我们 是不是 这种叫做打感情牌 那么下一种 叫做什么呢 我们要巧用一些场景 你的产品摆在什么样的地方 你的产品用什么样的场景 去表达 实际上 会给买家 起到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比如说 如果你是卖这种厨房窗帘的 你会发现 同样是差不多的款式 看见没有 这些都是一个厨嘛 然后一个门帘 对吧 中间都是厨这个字 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放在一个这样的 现代简约风的房间的场景 和放在这种 复古风的房间场景 和没有房间的场景 你会发现 他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看见没有 那么买家 他在看到不同的场景的时候 他会去联想 我自己的使用场景是什么 那么我们往往去用到一些 你的买家对应的 他真实自己的场景 那么这个时候 你去用到这样的场景 去打造你的主图 会让他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会让他发现 哇 这个用在我家 效果可能会很好 对吧 包括后面 像这种用床 表达 如果你要表达 这个睡起来很舒服 对吧 这个是一个比较失败的表达 他说爱上裸睡 结果就是一张床 然后有一个四件套 对吧 同样的 你如果用到这样的一种场景 有一个脱得非常干净的女性 然后非常舒适的躺在床上 对吧 你会感觉到这样的一种 睡觉的这种场景 这种舒适感 会传达出来 给整个四件套的这种产品 都感觉就舒适很多了 这种就是场景 会渲染 自动的去渲染产品的卖点出来 而这种你会发现就不一样了 对吧 包括如果你是一个这种小清新的 这种简约的这种床单 你要用到欧式风格的房间里面去 你就会发现非常的丑 对吧 而一些欧式风格的一些四件套 你要用到一个小清新 简约的房间装修里面 你会发现也会很丑 是不是 这个就是场景 我们在这个 做产品的主图的时候 你一定要考虑好 这个场景 最适用的是什么样的场景 而买家 他会在什么样的场景去用 比如说我们做女装的时候 往往一些度假的连衣裙 这个时候 你看着他非常很漂亮 对吧 非常漂亮 像一些波斯米亚的 沙滩裙 这种裙子很漂亮 但是很多时候也不太好卖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发现 他在现实生活中 他能够去穿的场景 很少 而大部分利用的场景 是在什么场景呢 是在沙滩上 是在海边 是在游艇上 对吧 有多少的买家 他有机会去游艇 他有机会去沙滩 他有机会去海边 对吧 大部分是度假的时候 所以说你会发现 这个产品 他可能用在这样的场景下的时候 他会觉得 这个场景离我很远 但是如果这个产品 你能够利用一些街拍 在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场景下面 你去表达 你会发现 他的转换会好很多 因为他根据你的场景表现 看到在这个场景下面 他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他喜欢 他就很容易去进行购买 但是就算你这个产品很好看 但是你用到一些 他平时不会身处的一些场景 那么他也不会去进行购买 因为他认为 我不会在这种场景下面去用 对吧 所以说他也不会购买 那么其次下一个 叫做黑色百搭的这种色系 那么当你实在不知道 你的这个卖点 怎么样去体现一些差异化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从图片的色调上面 去产生一些差异 那么在淘宝上面 大部分的类目 他都是用的是这个浅色底 浅色底 所以说当你没有固定的卖点 你不知道怎么去做差异化的时候 你可以去换成一个深色底 也很容易在搜索结构当中 被凸显出来 因为你的周围全是浅色的 就你一个黑色的 买家就非常容易找到你 非常容易看到你 那么包括像一些科技产品 像一些追求品质的一些产品 用黑色就是一种百搭的颜色 包括像蓝牙耳机 像羽毛球服 像这种锅网瓢盘 这种的你都可以用黑黑黑色上去 其实看着也非常好 而且效果更好的是你放到搜索结果方面 发现下面你会发现非常的显眼 因为整个搜索结果全是白色底 全是黄色底 全是蓝色底 就你一个黑色一眼就看到了 他会先看你的 那么你的点击就高了 其次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用到一些对比 比如说像这个 他专门把手变黑了 为了跟白色的产品出现一种对比 对吧 包括像这种具有美白的一些这个面膜 对吧 他前后的使用效果 包括前面我们那种去斗的 对吧 他也是前后的使用效果的对比 对吧 还有包括这样的对比 这个你要体现这个箱子很大的时候 你可以让一个美女蹲下来 然后去抱住他 买家就能够知道这个箱子有多大了 是不是 这个也是一种对比的表现手法 那么下一个呢叫做拼接 这个拼接 我们往往一些款式比较多的产品 或者来说一些看款式的场景 我们或者说颜色比较多的一些产品 我们通常就会用到像拼接 比如说女装 这样拼的太多了 大家都看夜了 对吧 比如说像鞋子 我有不同的颜色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从陈列的角度上面来讲 你可以这样陈列 你也可以这样陈列 对吧 就算我要同样表达 我的颜色有很多 我也可以通过不同的陈列 不同的摆放方式 组合方式 来做出差异化的 这个它也是利用到的一个黑色场景 而这个就是浅色场景 你会发现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会更显眼 是不是 而如果在淘宝的色头结果里面 全是这种浅色的 你会发现这个就特别显眼了 好 这个就是用拼接的方式 包括还有一种九宫格的拼图 这种怎么拼呢 它周围放八个图 对吧 然后是不同的颜色 然后中间有一个图 用来做营销的文案 这种也很细心 通常我们在微信的微商的营销里面 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形式 淘宝里面也是可以的 那么下一个就是我们色彩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用到撞色来搭配你的这个产品 比如说这个是白色的 对吧 那么白色和红色的一个撞色 那么也可以很凸显这个宝贝 而且很能够体现这个产品的品质感 包括像这种 包括像这种 它利用相似的色调 然后对比非常的鲜明 也能够体现出来一些这个吸睛的感觉 但是这个对于美工的要求就比较高的 我之前看到有同学 这个他也是想要利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 这种品质感 但实际上就画虎不成这个繁类犬 做得不好 所以说这种这种的要求 对美工的要求比较高 对于你对色彩色感的体会要比较深 对色对颜色的理解比较深才能做得好看 包括像这种做包的 你看这个就非常容易感觉出来品牌感 是不是啊 其实它是一个杂牌的 应该是个杂牌 没有听过的牌子 包括 那么我们还可以用到一些美女的效应 比如说你这个 它这个是做的是这种自拍杆 但是它卖的呢 吸睛的地方是什么呢 吸睛的是这个美女 对吧 这个自拍杆它本身不吸睛 但是美女在使用自拍杆的这个场景 吸睛 通过美女来增加你的宝贝的吸引力 包括我同样坐马桶 你在上面放了一个跳舞的美女 其实是通过不同的使用场景和情感心理的因素 来这种场景来渲染出这个产品的一种使用体验 你会发现你在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这个跳舞的美女是非常飘移和舒适的 对吧 那么我们在看到这张图你也会觉得 这个马桶可能用起来也是一个体验比较好 比较舒服的一个马桶 这种是通过美女效应 其实往往我们的一些场景 一些人物的表情 一些情感 它都能够被传达到你的产品上面去 往往我们产品没有办法去表达的一些卖点 你其实可以通过其他的东西来透射过来 把它放在一起 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够体现出来 比如说以前做滑板 他们有一张图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做的是防断板 对吧 但是防断板他用的创意是什么呢 给了一个李小龙的扮演者 这种非常刚硬的角色的一种形象 那么他把滑板和这种形象放在了一起 这个时候你也会感觉 因为这个人很刚硬 当他们俩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相应的会感觉到 这个滑板也很刚硬 这个就是其他物品的特质 会传递给你自己的产品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营造这样的体验感 其次我们再往后看 这里还有一些使用的效果 当你的产品是一些功能性比较强的 你可以直接去凸显它的这种效果 从细节上面去表现 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就是你可以去突出一些成分 比如说我们特别是做食品的这种 有一些特殊功能的 那么它的这些成分 你把它放在产品面前 会让买家觉得会更加的真实 会更加的安全 有效 这样的 好 最后一个 那么突出细节 那么很多产品 你可以通过一种细节的表现手法 也能够表现出来 那么这以上是我们的15个 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表现手法 那么你们可以去借鉴一下 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做创意的时候 你可以从这里面去获得一些灵感 那么这个是我们第四节课 讲到的关于主图的策划 我们常用的一些表达的方式 那么我是优博德电商学院的导师 大鹏老师 那么你们在学习的功能上